我对不起你 怎么了 我希望你原谅我 原谅你 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应该 可是 我只能说抱歉 你为什么要说抱歉 因为我爱上了别人 我希望你爱上的 不是小慧 小慧的个性也很明明 不要怪她 她一直很喜欢玩玩 并不想害人 可是我跟她交往 刚开始也是以为是好玩的 但是我先下去 而且不能自保 请你离开好吗 我想一个人好好地静一静 是 二姐抢大姐男朋友 小慧 这是真的吗 是阮明远帝来找我的 难道你不知道她是你大姐的男朋友 我知道 知道了为什么不拒绝 玩玩吗 谁知道她会认真吗 你没有认真 小慧 你男朋友那么多 特别在乎多一个少一个 去 小慧 比你大姐说 把男朋友还给她 爸 这怎么可能啊 大姐又不是垃圾桶 什么都往里面倒 小慧 你怎么这样说话 爸 时代已经不同了 现在男女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像你们以前那个时代 那么的单纯 像大姐 她如果身在以前 一定会是一个好太太 可是身在现在 大姐就显得过于拘谨 保守 生活情绪不够 阮明远就是因为这点 才舍弃大姐 而选择我的 照你这么说 你大姐就是因为太拘谨 太保守 才输给你的 爸 这种事情不要定输赢嘛 阮明远爱上我 未必我就是赢家 同样的 阮明远如果爱上大姐 两个人结了婚 以后个性不合 赢家也会变成输家嘛 所以总归一句话 两个人相爱中 任何的礼让 都是多余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顾姐妹之情 任由阮明远来找我的原因 我宁愿你们现在骂我不义 也不愿意大姐 以后赢家变成输家 你还强词夺理呀 要是所有人都是你这种想法 社会早就乱掉了 所以人家不会再打电话来了 不会啦 我保证 你看 打来了吧 喂 阮大哥 大姐在啊 你等一下 你特别不要偷听 喂 喂 小元 我是 好吗 还好 你呢 一样 有事吗 我想见你 见我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我急着要见你 我有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说 电话你不可以说吗 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给你慢慢谈 有这么重要吗 是 她关心我们彼此的幸福 小元 再给我一次机会 小元 什么地方 我半个小时来接你 地方再说 待会儿见 大姐 怎么样 她说有很重要事要找我谈 这关系着我们彼此的幸福 你看吧 我就知道 她什么时候来接你啊 半个小时以后 那你还来在这里干嘛 还不敢来去换衣服 快点换漂亮一点的 小智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管这件事 好不好 好 不管 好心没好报 好心没好报 我对不起你 怎么了 我希望你原谅我 原谅你 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应该 可是 我只能说抱歉 你为什么要说抱歉 因为我爱上了别人 我知道这样做 我对你是一种伤害 可是我 我也没办法 只能说抱歉 我不要再听抱歉这种话 是我自己太傻 你傻 我希望你爱上的 就是小慧 小慧的个性你也很明显 不要怪她 不要怪她 她一直很喜欢玩玩 并不想害人 可是我跟她交往 刚开始也是以为是好玩的 但是我先下去 而且不能自保 好 请你离开好吗 我想一个人好好地静一静 小远 沙子 揽住 懒妮媛 嗨 你是找我二姐 三姐 还是大姐啊 赵二姐 三姐 三姐 快下来啊 三姐 你干吗 快一点 你干啥的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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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打 你干吗来我们家啊 对啊 我不欢迎你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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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干吗 你干嘛 你干嘛 我现在不用了 你三哥 你干嘛 我再来 我刚才定了 她还不是 那我就是 你 小朋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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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去別人了, 別走 幹什麼, 你們這是幹什麼 造反啊 你們都瞧瞧自己都多大了 還成天這樣吵過來吵過去 都已經三更半夜了 不怕昨天有事聽了笑話 究竟為了什麼 大家都高高興興的 為什麼會打起架來的 小慧, 你說 是嗎? 爸問他, 我不知道 小智 我怎麼曉得 不曉得 都不曉得, 跟我跪下 什麼時候曉得, 什麼時候站起來 不要聽到我說起 你們兩個今天太讓我痛心了 居然打起來 將來還得良要動刀子 要歸他先歸, 是他先打我的 你還講啊 要不是你做出對不起大爺事 為什麼要動手打你 可是你也不能打我 不要再吵了 爸, 我一定要告訴你 二姐搶大姐的男朋友 喂, 這是真的嗎 是阮明遠第一來找我的 難道你不知道 他是你大姐的男朋友 我知道 知道了為什麼不拒絕 玩玩嗎 玩玩 誰知道他會認真嗎 你沒有認真 小慧 你男朋友那麼多 特別在乎多一個少一個 去, 跟你大姐說 把男朋友還給他 爸, 這怎麼可能啊 大姐又不是垃圾桶 什麼都往裡面倒啊 小智, 你怎麼這樣說話 爸, 時代已經不同了 現在男女之間的關係 已經不像你們以前那個時代 那麼的單純 像大姐 她如果身在以前 一定會是一個好太太 可是身在現在 大姐就顯得過於拘謹 保守 生活情緒不夠 阮明遠就是因為這點 才捨棄大姐 而選擇我的 照你這麼說 你大姐就是因為太拘謹 太保守, 才輸給你的 爸 這種事情不要定輸贏 阮明遠愛上我 未必我就是贏家 同樣的 阮明遠如果愛上大姐 兩個人結了婚 以後個性不合 贏家又會變成輸家 所以總歸一句話 兩個人相愛中 任何的禮讓都是多餘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顧姐妹之情 任由阮明遠來找我的原因 我寧願你們現在罵我不義 也不願意大姐以後贏家變成輸家 你還強辭奪理呀 要是所有人都是你這種想法 社會早就亂掉了 我實在沒有想到 我們家會有一個你這樣子的人 太丟臉了 我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我不承認有你這個姐姐 你不承認有我這個姐姐 我也不會承認有你這個妹妹 好啊 從現在開始 要是誰你誰 誰就低上盤了 好了 都不要再說了 你們 爸 你